長榮空服員罷工第十天 勞資雙方終於進行談判 原本以為這就是罷工最後一天 沒想到最後協商破局 原本與公司約定要簽署 不求後三帳的條款 也就是工會的安全條款 工會也答應了公司要簽署 和平義務條款 但是雙方呢 在今天第一條討論這個部分 就已經觸交 公司完全未對工會提出的版本 做出回應 公會要求公司對這十八位空服員 不得予以懲處 公司居於公理公益 實難接受 長榮堅持要對罷工當下 臨時離開崗位的十八位空服員 進行懲處 成為協商破局主因 而公會要求恢復免費機票 長榮也不願意答應 三小時的交鋒最後無疾而終 公會提出版本有些是新的 超過八大訴求的部分 那麼公司來講的話 他們是首次接到這樣的一個內容 在我們提出來的條文裡面 都是根據昨天與林保水董事長溝通的方向 也就是我們昨天投票的方案 他是絕對不會去做更改的 反而市公司在條文裡面新增了很多 例如說未來罷工需要預告時間 預告結束日期等等新的條文 公會才感到錯愕 罷工將會繼續進行 而公會也要求會員簽署新的切結書 增加公會保管罷工三保的正當性 但如果會員不簽署呢 他切結書就算沒有簽也不影響他一開始參加罷工的時候 簽了那個交付這個三政的這個同意書 勞資雙方將在7月2日繼續協商 也讓這史上最久的罷工繼續創下紀錄 黃韻新聞陳明念料文譜黃韻成桃園報導